夏日炎炎,赛上江南,天高云淡,草木葱龙 6月8号至10号,习近平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,自治区政府主席贤辉陪同下,先后来到吴中、银川等地,深入农村、社区、防洪工程、农业产业园区等,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,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,加强生态环境保护,推动民族团结进步进行调研 吴中市洪四埔区洪四埔镇洪德村是生态移民村,有建档利卡贫困户1036户4497人,目前还有20户50人未脱贫 8号下午,习近平首先来到洪德村考察脱贫攻坚工作 在村扶贫车间院内,他听取了宁夏以及洪德村脱贫攻坚情况介绍 走进扶贫车间,习近平同正在加工制作纸箱的村民们亲切交流 乡亲们告诉总书记,村里引入企业从事纸箱包装业务,解决了100多人就业问题 习近平表示肯定 他指出,兴办扶贫车间目的是扶贫 要坚持扶贫性质,向困难群众倾斜,多招收困难群众就业 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,虽然收入不比进城务工高 但省去了住宿,伙食,交通等费用,还能照顾家庭,一举多得 企业参与兴办扶贫车间,体现了先父带后父,很有意义 随后,习近平步行查看村荣村贸 在回族村民刘克瑞家,他仔细看牛棚,院落,卧室,厨房,客厅 详细了解家庭就业,收入,看病,社保等情况 刘克瑞告诉总书记,家里的耕地流转了,还养了三头肉牛 儿子儿媳在附近纺织厂打工,2017年全家脱贫,生活越来越好 乡亲们打心底里,感到党的政策好,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亲 习近平询问刘克瑞老两口还有什么困难,对今后的日子有什么打算 习近平强调,乡亲们搬迁后,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希望乡亲们白尺干头,更进一步,发挥自身积极性,主动性,创造性 用自己的双手,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离开村子时,村民们纷纷赶到村口,欢送总书记 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命 请不吝点赞订阅